日本靜江縣熱海市伊豆山地區 因為暴雨引發大規模泥石流 造成兩人死亡約二十人下落不明 事發在昨天早上十點半左右 在熱海車站以北約1.5公里處 全場大約2公里的泥石流 由伊豆山直射移客 多動建築物及多架汽車 遭到土石流淹沒或傾倒 陸上指揮隊派人參與救援 救援人員在黎寧中 抬出一名受輕傷的十五歲少年 去到下午兩名被泥石流沖走的市民 在伊豆山港附近的海上被沉獲 發現的時候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搜救工作至今早早仍然繼續當中 確實的失蹤人數仍然核實當中 以海市市長齊桐永自出 泥石流受災戶可能多達一百到三百戶 當地政府已成立災害對策本部 並且請求日本自衛隊協助救災 大雨受災地區亦都波及 同縣的赵津市和御殿祥市等等 其中赵津市黃賴村大橋 因為河水暴漲導致喬敦下陷 正公園及鄰近千葉園的鐵路交通 一共有六間鐵路公司 十二條路才停水